哈喽 兄弟们 大家好 我是户外小徐 然后咱们今天再说一下这个花篮 大家问我用的是几股的 我用的是西四股的花篮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主要是鲫鱼 主要是鲫鱼报往 所以说西四股的已经很够用了 如果大家是逮着这个黑鱼啊 大鲤鱼啊 然后你们可以用的稍微粗一点 可以用六股的 是这么个情况 然后花篮的话 真的是不需要放食物 就这样放进去就行了 它是一个季节性的 待鲫鱼的话是一个季节性的 鲫鱼就会往里进 然后 还有就是说是它的出鱼口出鱼口一定要勒紧 有出鱼口的一定要把它勒得特别紧 这个地方是一个出鱼口鱼出不来 然后还有这个浮飘 很多人把这个浮飘放到篮子里边 放到篮子里边之后 嗯 放上点泡沫两边 它的坏处有两点吧 我自己的经验 我分享给大家 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 然后第一点就是说 嗯 两片两块泡沫在来在篮子里边 然后种鱼之后 特别是种大鱼之后 可能或者种了很多鱼之后 可能花篮会这样 也有可能花篮会成这样了 咱们起鱼的时候咱们抬网的时候 也不知道哪边有出鱼口 如果出鱼口在底下 在我湖乡那是出鱼口 如果是咱们这么抬起来的话 如果里面有五六斤鱼 或者是有更大的鱼 或者怎么样的 然后可能会把 可能会鱼会露出来 在那在你提的一瞬间 那鱼有爆发力 他会去去种笼子 看见了吗 他会可能会把这个地方给中断 或者是 嗯 很多鱼的话 种大 或者大鱼的话 把它给搞断 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的话 就是说 如果你两个泡沫在里面的话 春天 像今天风就特别大 看看 这个大风 特别大的风 两块泡沫在这的话 如果在大水面的话 风吹着两块浮潇再来回的晃 笼子肯定是在水里也是晃动的 然后这样的话会影响金鱼效果 如果特别大的风的话 可能会浮潇会吹到吹的很乱 吹到一边了 这个笼子偏了 或者怎么样的 反正就是说 就是这样榜上是最没有问题的 而且这个榜上可以调它的深浅度 现在我调的高 然后因为就是春天嘛 风大 我调的高一点 这样的话 风大的话 它只吹着这个 尽量影响这个 尽量影响不到这个笼子 在这个篮子在水底下的晃动 如果紧贴在上的话 风大的话 在大 特别是大水面 它可能会影响这个风的晃动 然后这个地方 咱们在前面那个地方抱了一网 然后咱们在这儿再补一个篮子 这个地方是我第一次来 然后就下了一个篮子 然后看看里面的鱼过怎么样 结果暴网了 然后咱们再下一个 大家看看我下的位置 连接这边的是一个很大的水面 看见了吗 它这样这 这边的芦苇草也很少 然后也不影响大鱼金 然后这个地方挤鱼也会特别多 然后咱们会更新这个视频 你们喜欢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老弟 然后这个视频的话 咱们两天之后过来更新 我还是这一个角度过来拍 这个地方肯定暴网 谢谢大家的观看啊 希望老弟说的对大家有所帮助 然后还有什么问题 你们打上 然后打到这个 评论里面 然后我看到了哪些多的 然后我就尽量给大家回复一下 好了 谢谢大家继续干活